哈喽大家好我是冰哥 我们有一周没来番石榴基地这边了 上次咱们来只修了那一半 这一半还没有修 现在这一周两周过来已经修了这一半了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你是种番石榴的 一定要修剪 修剪的话就是九月十月的果 也就是中秋节 还有十月一号的果了 大家看到我们把中间掏空 把中间的那些只要从木剪到 要留外面的 外面的就是有一些叶子的再留一点 然后那些长得特别高了 一定要剂掉 一般留的话 留得不是特别高 大家看到没有 跟我们现在挤到我们瓷胸这里 也就是一米五一米四这么高 实在不能太高了 然后那些带叶子的可以再高一点 一米六这样 大家看到没有 一定要把中间从木剪掉 剪掉之后 能如果是这种的 就这种上来了 就不要留了 就是在里面的那些 如果在外面一点 就留个七八五四五公分这么长 让它自己再抽出来 后面就摘过 套大就容易 因为它已经在外围了 在外围就可以 在里面了就不要留 一定要记到头 如果在里面 现在已经发芽了 大家看到没有 到时候还是要抹芽了 像这个就是嘛 你看在里面外围的嘛 你看像这个已经来花来果了 然后我们偷袋的话 果的时候跟这么大的时候 偷袋果 先打一次药 杀虫的 高效率清子子 先打一下杀虫 杀粉戒 或者果实营那种 后面就套袋 我们套袋前要抹掉这个 抹掉这个才套袋的 这样就好一点 它里面就不会有那个 大家看到没有 目前已经一片过去 都已经修剪了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没有 修剪从木拥在树头那里 要肥也已经之前 给大家讲过 多看几株吧 我怕你们 看的不是很明白 你看到没有 像外围这种 已经剪掉了 就留嘛 让它长之后 就直接开发结果 你看这种 就留一丁点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像外围 然后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不要留的 大家看到没有 里面已经透空透光了 现在基本上都留外围 这一串 一年 就是留外围这一千 每年都是三月 三月底四月初 先是有积肥下去 后面就再修剪 我也给大家讲过好多遍了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看起来 我们这边的果 一片过去都是这样 我们的草 从来不打除药剂的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不建议打除药剂 打除药剂会影响 以后我们每年的 那个果品 果质的 它会影响 所以一定要这样 咱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片过去 大家看到没有 还是比较平稳的 就是一米四 一米五 只要比它高了 你都剪掉就OK了 然后再把中间 中间掏空 就是这个原则 应该明白了 大家看到没有 把中间掏空 然后是一米四 一米五以上的 纯木剪掉 然后外围的 有叶子的 就留一点 水平 水平衡 水平生长的 这种有叶子的 就留一点外围的 不能纯木叶子 都剪光光 一定要这样 像外围 你看这种外围 都有一点叶子 外围有叶子 它会来花来果的 每年都是 五到七张叶 就会来花来果 然后到时候 再留两个果 然后这么大的时候 再打药 早上打药 下午就套袋 套袋前 要把那个花细 抹掉就可以了 刚才讲的 那个花细 应该明白吧 也要不明白的 可能 可能我找个果 给大家 就比如这个 这果还是小了 你要这么大 跟荔枝这么 比荔枝小点 这么大 反正两个 两个手指 或者一个手指 这么大的时候 要抹掉 抹掉这里 先打 早上打药 下午套袋 下午套袋的时候 就顺便抹掉 这个花细 然后再套袋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就抹掉这个花细 再套袋 今天呢 咱们继续 就讲了一下 这个翻十六 珍珠翻十六 我们这边都是 有机翻十六 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还是有一些果的 后面透代 你看就是像这样 看到没有 这个果 这么大 它是这么大 我们再小一点 就这么大的时候 就透代 就是这个时候透代 明白不 你看到没有 透代的 我们都是这么大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就是这么大 明白不 上一期视频 咱们是拍这一行 这一株 这一行过去 这一株没修建 当时 应该就是这样 看一下 目前呢 就是这个情况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 翻十六 这一块的 我已经 基本上 这个原则 已经讲得很到位了 1.4 1.5米以上的 纯木基调 要周围周边的 水平周边的 这个就留一点叶子 中间呢 就掏空 然后如果靠近外围的 这些 靠近叶子外围 这些就留个 四五公分 这么长 让它长 然后里面长了 就不要 就是这个原则 今天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